这个单身40年的富婆 缓缓退去上衣来的浴室 尽情享受沐浴的快乐 殊不知一双眼睛 正隔着屏幕死死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这赤裸裸的暗示 相信没有男人扛得住 这个疯姿摇曳的女人名叫安娜 有钱有才还有严 是名年薪百万的企业女高管 性感的腰臀 以及成熟有带有魅力的女性味道 让她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光愁交错的宴会上 即便是逢场作戏 安娜也能满脸欢愉地 跟每一位商界大佬热情打招呼 但年薪百万的富婆也有自己的烦恼 只因自身条件过于优秀 身边的追求者们都对她望而却步 以至于安娜这40年来 竟没有谈过一场真正的恋爱 别看安娜平时冷若冰霜 居然于千里之外 其实她内心寂寞难耐 非常希望能够得到男人的疼爱 一天 安娜全款买下了一处 占地8000平方的豪华别墅 请了一名工人马克 将别墅内外全部安装360度无死角监控 正当安娜下班准备验收时 却发现马克躺在摇椅上睡着了 帅气的脸庞让她有些小鹿乱撞 许是很久没接触过年轻帅气的男孩 就在马克要走时 安娜突然说自己要去洗澡 还特意叮嘱她 走之前 由艾克检查每个房间摄像头的运行状态 说吧 便扯下浴巾 享受摸易的快乐 年轻的马克 拿进地住着赤裸裸的诱惑 最终放弃了道德底线 偷偷打开了浴室的监控 可正当她一次次循环播放时 安娜突然出现 看到马克的怪异举止 她也不生气 反倒是这张帅脸 让荷尔蒙愈发躁动 安娜可不想错失机会 她让马克假装是自己的小男友 参加今晚的宴会 马克也听出安娜的小心思 并欣然换上了她精心准备的西装 汽车一路急迟来到郊外的城堡 风筹交错的宴会上 安娜可外动人 她一边应酬 自己帅气的小男友 宴会上多半是各界职场精英 在场的人 看到了马克傍上了富婆 便感叹一句 年轻就是好 直接少奋斗三十年 听了这些话 马克脸色不悦 独自喝着闷酒 察觉到小男友一样的安娜 直接拉着马克钻进了小树林 借着红酒的微醺 两个成年人 开始探讨起了生命起源 几个小时后 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开车回家 突然路上窜出来一只米鹿 安娜吓得大惊失色 但殊不知 他们的行为 惹怒了当地几个不怕死的守灵人 当马克下车检查车况时 几个男人上来 就是一顿狂揍 下手挤挤狠辣 躲在车里的安娜吓坏了 她被人强行拽出了车子 可不管她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在这欢呼人银的山林里 安娜又将遭受怎样的折磨呢 这个单身40年的富婆太会撩了 车子行驶到荒郊野岭 她突然停下车 说要上厕所 说吧 富婆就当着男司机的面 脱下衣物 该是自下无人的解决生理需求 司机马克见状有些难为情 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之后尴尬地下车 背对富婆安娜帮她把风 不过 马克经过安娜一整天的聊播后 有些心痒难耐 她忍不住 想要偷偷看上两眼 可刚想扭头 就被安娜的眼神唬住 提起裤子后 还不忘大胆调侃她 你看到吗 我还没看到 汽车 汽车途中经过一段小路 深耕拜夜 孤男寡女 就在安娜想要更进一步时 突然前面出现辆卡车 安娜一个紧急刹车 稳稳停下 但前面的大货车 故意开得很慢 马克被人搞砸了心情 她十分生气 借着刚才宴会上的酒劲 让安娜加速超车 然后对着旁边的司机 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甚至还挑衅般的竖起终止 完事后 马克还一脸开心 安娜也觉得 刚刚小男友的举动 简直太帅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惹了三个 最不该惹的男人 这辆货车上 一行三个高大 前面路凶光的男人 正愁没地儿撒气 突然砰的一声响起 汽车猛地撞上了一只迷路 挡风玻璃被撞得吸碎 正当马克下车僵尸底挪开时 那辆货车紧随而来 马克还以为 能够求他们帮忙 谁知领头的男人 上来就是一门罐 接着不由分说的 又是一顿暴打 马克瞬间被打倒在地 而躲在车里的安娜 被吓得不轻 他不敢下车 只能不断祈求对方停手 但这群男人 下手狠辣无比 处处戳中马克要害 安娜一时慌了神 只好开车逃跑 不幸的是 汽车行至半路 突然拐进了小路 彻底熄了火 而这群人 似乎也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男人拿起扳手 猛地敲击玻璃 直到击碎为止 然后一把枪安娜 从车里拖拽出来 很显然 这群男人 根本不会怜香惜玉 恐怖的一晚终于过去 马克在血泡中醒来 但也彻底失去了 身为男性的象征 而安娜 则浑身发抖地坐在一旁 很显然 他昨晚到底经历了 怎样的折磨 两人拆扶着就要离开 突然 凶手遗落的一条项链 吸引了安娜的注意 他发誓 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之后 安娜在家躺了一个月 身体方能恢复 他依旧踩着恨天高 出入写字楼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有多恨 而马克左眼再也无法恢复 男性特征更是没有任何作用 直到有一天 安娜驾车寻找线索时 惊动了一群 正在驱马的男人 其中暴躁地呵斥安娜 安娜突然发现 这个男人 就是曾经侵犯过他的凶手头目 打听到大胡子的地址 马克迅速赶来 两人决定使用暴力 来发泄他们心中的恨意 接下来的几天 安娜一直训练枪法 她决定 先拿大胡子家的宠物下手 但大胡子在此时出现了 安娜情绪激动 正当她扣动扳机之后 大胡子的女儿出现 安娜不忍伤害无辜 只能再次等待时机 男人深夜闯入房间 详醒捂住女孩的嘴 女孩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 但男人早已丧失了功能 屋内的响动 惊动了女孩的父亲 女孩则抓住机会跳窗而逃 失去男人象征的马克痛苦之际 他不仅没杀掉仇人 还差点暴露 回到家 就拿安娜发泄情绪 但始终没有感觉 衰满而去 而此时 安娜通过监控 发现大胡子醉酒后 想要自杀 她毫不犹豫地跑去救人 因为安娜要亲自动手 让她也尝尝那天晚上的痛苦 而大胡子清醒后 认出了安娜 并说出了实情 原来 那天大胡子的女儿 被两个劫匪绑架 想要侵犯她 而安娜两人的嚣张态度 正好转移了劫匪的注意力 大胡子为了女儿的安全 不得已再头侵犯了安娜 在那之后 大胡子郁郁寡欢 每天都想求死 安娜听完竟然心软了 她没法对一个 一心保护女儿的父亲 下次毒手 但马克何不这么想 她推门就是一脚 一顿拳打脚踢 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随后 两人将其绑在了桌子上 又是一顿暴打 可安娜却始终无法扣动扳机 杀掉大胡子 因为她觉得 大胡子罪不至此 况且 她还有一个女儿要照顾 但马克此时已经杀红了眼 她一把夺过匕首 狠狠地插进了大胡子的左眼 这种报仇的快感 让马克觉得自己还活着 而安娜看到残忍的马克 下手如此狠辣 她暴怒地摔打手枪 但她深知 自己阻止不了马克 于是生气地驱车离开 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大胡子的女儿 她不知道大胡子已经死亡 一心只想永远离开父亲 和那帮胡朋狗友 安娜自觉 这不关女孩的事 于是二人一同开车离开 与此同时 已经杀红了眼的马克 决定守株待兔 果然几个小时后 那两名混混 找来大胡子拿钱 结果刚一探头 马克反手就是一枪 两枪 就这样 这三名混蛋都去见了上帝 大仇得报后的马克 心中如是重负 只不过 等待她的 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结局 但如果你是马克 你会打开杀戒吗 不过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